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高雄检警经与凤山警分局举办106年司法改革继民意座谈会,由检察长周张钦亲自主持,他强调检警民合作,全民一起查气毒品,地方里长进办人参加,场面热闹滚滚。 高雄地检署与凤山警方经举办司法改革继民意座谈会,由检察长周张钦亲自主持,检察官盐益山甘若萍带来专案报告新世代的反毒,附幼家暴及而虐案件探讨。 检察长周张钦表示,过去都是寻导反毒,劝导民众不要吸毒,但他提倡全民弃毒,以更积极的毒品溯源方式,关怀仿视吸毒者的家属,由家属站在第一线,检警则是第二线,透过检警民合作,全面防治毒品。 周张钦建议警方与社区成立LINE群组,透过及时通报机制,民众现场搜证,提供警方线索,警方线上带人,一起查棄毒品,并整合社会资源,全力保护妇幼,营造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凤山侦察队长王春生以凤山警方查棄毒品中扫盘发回成效呼应检察长说法,他指出过去警方通知毒品人口咽尿,常咽不到毒品反应,监警主动查棄,带回采尿,高达八成呈阳性反应,供出上游可依法减轻其行,还起诉或不起诉处分,大多配合供出上游。 凤山去年月平均值发生三至四件抢案,今年九月迄今不但无抢案,连卸报案件也下降二至三成。 南城里长刘世贤为基层远警发声指出,基层远警有轻悟,要办案又要应付的检砖案,影响基层远警收假。 周章青回应表示,他鼓励检察官站起来,走出去,要做基层远警的后盾,让检警合作无间。 陈德里长阳必顺将提案监视器不足,他认为政府推动司法改革,就是为了改善治安。 但社区监视器不足,一直令人诟病,警方办案需要利器,却长期经费不足,希望检方能出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